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蠟死你媽的南洋國民 蠟死你媽的南洋國民 來 喔 OK 哈囉 來蠟死你媽的南洋國民 你好 來蠟死你媽的南洋國民 等一下我先關那個mike YouTube 好了 OK 好來 你好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去世後 你叫馬來西亞的嗎 所以叫蠟死你媽 馬來西亞很辣嗎 不是 蠟死你媽是一個 我們國家的一個 平民的主食 叫做拉西勒麥 拉西勒麥就是椰漿飯 哦 椰漿飯 哦 那個翻譯的 翻譯的國 那個我們的馬來西文名字叫做 那西勒麥 那西勒麥 那西勒麥叫做 叫做飯 OK 勒麥就是椰漿 所以就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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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了哦 傳統料理 啊料理 對對 哦 拉西勒麥 椰漿飯哦 哦 這文馬來西亞的華 你是華人嘛 啊 是吧 哦 馬來西亞 70后 70后的華人哦 哦 好 70后 大馬華人了 你想說什麼 沒有啦 看這個台灣選舉 啊 意識到 啊 台灣人民在那個 啊 怎麼講 在中美之間 國異的取捨之間 得不到一個平衡點了 啊 啊 基本上是 啊 自從那個 我看到是 啊 李登輝的時候的 教改的時候 變成了一種人工獨 就講 教育方面 冠絲的思維 已經慢慢 建成了 認為他自己脫離了 他不是 啊 中國人的一部分了 所以他又慢慢去 去中華 是 嗯 連現在他們的 就講是說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也是慢慢去慢慢消去了 他們基本上的歷史定位 所以怎麼去解讀那個 歷史也是 在十字路口了 我感覺到 比較悲觀了 嗯 就是說 你 他們 定位了 他是台灣人 可是他又 還有一種矛盾 就是叫他恨 內地的人 然後 又要 怎麼說呢 啊 把自己的習俗 就講 有 是 慣用自己的 中華傳統文化習俗 有一種很身份的矛盾 所以我 我認為他們 台灣人 自己本身方面很無解 你是說台灣人又 又在用中華文化的 習俗 啊 他用中華文化 然後又在恨中國人 又恨中國人 身份非常矛盾 哦 哦 OK 好 他們自己的 歷史定位 好像 好像 自己 不知道 自己要 跑怎麼樣的路啊 我們 在我一個局外人來看 台灣人 自己 不要跑怎麼樣的路 嗯 而且 他又要賺大陸的錢 又恨大陸的人 又非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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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到底在怎麼樣 這個方面怎麼樣取捨 嗯 反而 他會 加進 呃 兩派人的 呃 比較分化 嗯 而且 如果你依靠 泰美國那邊的話 他會 慢慢會步入 無窟的方式 可能總有一天 我會看到 台灣的總統的候選人 可能會 呃 完全 傾向美國 而且 呃 歡迎美國 呃 駐軍在台灣 這個 這個是最最后的 因為如果他們要 為了要迎合 民眾的 呃 怎麼講 意識形態 呃 激動的話 他們會有這個局面出現了 但是 一旦這個事情發生了 就是 中國大陸會 就是 觸動 武力 統一的條件 呃 巫統的條件就觸發了 如果美國駐軍的話 嗯 因為 台灣人 台灣人有一個遐想啦 嗯 嗯 他們有一個 呃 是說 他們希望 呃 到 到 盡快崩潰 盡快崩潰 然後 美國 就會 就會打救他 但是 他們 沒有意識到 中國那邊 崩潰 他會 遇到的危機 就是中國會轉移視線 會來攻打台灣 嗯 對啊 對啊 沒錯 嗯 同意啊 嗯 而且他們就在文宣方面 很多東西啊 軟實力方面 就 就去針對大陸 而且又調侃他們 而且他沒有意識到 他自己這樣做 毫無建設性了 嗯 因為 畢竟是 兩岸是一個最近的鄰居嘛 你 國與國之間 不要說國與國啦 像台灣跟兩岸之間是鄰居的話 主要的原則是國家跟民進的國家不 不比國家對立的 嗯 就好像我們馬來西亞 我們搞了幾家 有一些一些刻意搞幾家 始終還是保持一種 呃 怎麼講 禮貌的外交的理義 嗯 是有交往的 他不會 打恰所有的 打爛了所有的關係的 嗯 因為 對對兩方面都沒有 有一個好的結果了 嗯 就是台灣他不會怎麼樣去拿捏 對兩岸關係 有融合方面 大家有互為無理的 的情況啦 嗯 我就拿個比例來說 嗯 我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嗯 馬來西亞新加坡 在1980年代的時候 我們第四任的首相 嗯 經常做出一些小動作 和新加坡對立的 嗯 而且他們要歇新加坡 嗯 斷了那個 啊 啊 死水的供應 因為 嗯 新加坡很依賴馬來西亞 啊 供應水給 新加坡的 嗯 大師幾乎就要打起來了 可是 還是保持的很克制 嗯 嗯 新加坡的 新加坡還是很歡迎 馬來西亞的 嗯 外勞來 來工作 來工作 嗯 因為 馬來西亞 啊 新加坡 繼續需要那個 新加 馬來西亞人來進入新加坡 去工作 因為 新加坡人力方面是很缺乏的 嗯 所以 在這方面的話 這個首相下台過後 下一任的首相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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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後就改善了很多關係了 所以 很多經濟的東西都帶起來了 嗯 而且做一個好像 類似深圳的經濟特區 嗯 而且 簽了很多 新加坡的經貿合作 嗯 把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經濟聯合結合在一起 嗯 就打 嘛 就做了一些政策 把整個區域的經濟帶動起來了 嗯 可是台灣沒有做到 沒有像馬來西亞跟新加坡這樣的指揮 嗯 嗯 不過現在最近那個我看到那個ECFA方面 啊 又少了一些揮力 我看 大陸方面已經開始不耐煩了 要開始封鎖台灣的經濟了 對有可能ECFA要斷了 可能ECFA要斷了 對 我意識到未來這幾年 台灣經濟會走向衰敗了 嗯 走向衰落了不是衰敗了 慢慢慢慢慢慢就衰落 他們就好像溫水煮清華那樣 嗯 就慢慢就就 趕緊 台灣民間的好像勝利的 他感覺到的生活質量會比以往以往的下了 嗯 追求意識形態的 的高 高 啊 怎麼講啊 自滿 嗯 然後就 表面實質上是很虛擬的 得不到什麼好處了 現在 嗯 他會感覺到他體量 他知道他的經濟脫離不了大陸 嗯 而且美國也 也幫不了他什麼 美國只是賣好武器罷了 嗯 就是講 我是這個 這個看法了 嗯 嗯 因為是 實在是說 台灣上面是 缺乏了 拿捏平衡的 啊 智慧了 嗯 對那兩方面 中美方面的智慧 哪裏都不很 不很好了 嗯 最終選了這個賴清德在那邊 不過 我看 對我來說看 選賴清德方面 會加速 北京方面 逼台灣上談判做 如果這個台灣 啊 方面 他台北 就是說 賴清德方面 政府 不肯買單的話 我看 會有一些比較大的警示動作了 嗯 還有一些 經濟上面的 動作 會 會更加鼓勵台灣 嗯 嗯 現在來看 最近那個 一個國家 賴清德當選了不到24小時 一算是斷交的 那個是哪 那個叫 諾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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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在這幾年來 台灣的形勢會更加嚴峻 這是台灣人民 選擇賴清德的後果 嗯 對 嗯 沒錯 但是 對對對 大陸來說 根本不是在他們的 不在乎誰黨選啊 他不在乎 侯友 于柯文哲 或者哲賴清德 黨選 因為他們的 計劃已經擬定好了 嗯 他們 不不理誰誰誰誰上台 都說 他們 只是按照他們的時間表 一些指標 新的東西 他就服從他們的計劃了 嗯 但是買台灣人 如果你不把握現在的時機 去跟北京談判一些利益的粉配 我看日後的日子會比較 會越來越少 你談判的籌碼會越來越少 是 沒錯 嗯 好 嗯 來景德演哪不是什麼籌碼 來跟北京方面談 他沒有了 他什麼籌碼都沒有 我看 他不要搞亂就好了 啊 我看現在在美國方面 他只是 必死來景德在他的國庫那邊 破數更多錢來 來 給 被美國坑賣更多金 我給他了 啊 實際上如果坑到差不多了 美國會可能會跟北京交易 說啊 台灣給回你吧 嗯 或者是做一個坑 嗯 啊 啊 必死北京要犧牲一些資源或者軍力 嗯 來 啊 收回台灣哦 嗯 嗯 嗯 好 可能是爬到最不那無可能的方式 嗯 嗯 如果談到不好的話 嗯 好 我也祝福啊 台灣人民啦 你 最好有一點智慧跟北京方面打交道啦 不要因為用著那個意識形態來對抗啦 啊 而且那些文權方面呢 嗯 嗯 對他們沒有堅持性的 嗯 你畢竟 北京最靠近你 而且它是最大的經濟體 嗯 它是可以 啊 給你很多那種匯利的只要你不要搞一種對抗的方式 如果 就像現在嘛 你搞這麼多的對抗的意思在那邊啊 啊 所以現在就斷了一些ECFA的措施咯 嗯 嗯 知道 啊 跟你交往沒有沒有效嗎 所以最後斷了 然後 然後你依靠美國經濟 你美國經濟也不怎麼好啊 是 它怎麼樣會幫到你 是 台灣的新南鄉又沒有 嗯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那個戰略眾生 他沒有 很多資源都依靠來進口了 特別是他的能源 嗯 他又沒有能源的政策 嗯 他怎麼樣發展他經濟 嗯 沒有一個工業 嗯 全全全方位的工業的產業產業鏈 嗯 台灣沒有 只靠晶片 晶片 罷了 對 對 所以 剩下只是一個意識形態口號輸出了 可是 很多國家都有民主啊 可是 台灣民主很很很稀貴嗎 不見得嘛 只是他自己在自海 在中文媒體那邊自海 我們馬來西亞也是有民主啊 可是我們政客也是跟台灣差不多一樣的 只會光喊口號 沒有做事的 很很很厲害嗎 沒有啊 還是要看人的啦 我認為 還是要看人的 只是自己在自海而已 還是要看看領導的智慧 因為 中國領導人他有他的智慧很深的 因為他受過一些 怎麼講啊 百年 歧辱啊 五百年五五的 的洗禮啊 他們的鬧硬 自強很強啊 台灣人沒有啊 台灣人是被 被那種 日本人的儒化教育 改寫了他的思維 還有 老蔣也是弄錯了方案 怎麼去教育那個 台灣人啊 造就了今天的局面 老蔣 選錯了 那時候選錯了 選了那個李登輝 李登輝就 慢慢就一種 小蔣 人工台 小蔣那時候選錯了李登輝 然後 教改方面 就形成李登輝 就慢慢去 荼毒台灣的思想 就變得 一個交叉入口了 這是我想 不是我 我希望台灣人會有一點智慧了 好 OK 我也希望 好 好 那謝謝你啊 謝謝這個 大馬的這個華人 謝謝你的分享 OK OK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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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下一位 驚訝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 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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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 好 我們在那裡 會不會有的 請朋友 推出 為票 開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